新闻开始 首先带您看到 备受注目的新唐人电视台第五届 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亚太区出赛 无惧中共干涨 昨天在香港成功举行 共有14位选手参赛 5位选手入围 请看来自香港的报道 备受注目的新唐人第五届 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亚太赛区出赛 终于开罗了 上午是少年组的比赛 青年组则安排在下午举行 明赛在上午十点开始 今次够有五位选手参加少年女子主 八位参加少年男子主 青年男子主则有一位选手参加 分别来自中党台 每位选手先演示届幕部分 接着有技巧的演出 新唐人系列大赛主委会主席马力坚表示 原本今次总共收到42人报名 但有20位大陆参赛者 在深圳海关出不来 或是招公安威胁无法成行 但中共挡住了他们的身体 却挡不住他们的心 国内的参赛选手告诉我们 虽然中共挡住了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人来不了这 但他们的心是向往的自由 向往的存真的艺术 向往着跟我们一样 把中国传统文化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中共包括将上在会场外聚众捣乱 用暴力冲击会场入口 招倒大赛工作人员阻挡 而部分进入会场闹事的恶徒 最终都武功而退 下午四点半 大会宣布出赛结果 共有五位选手 分别是少年男子主的书宜芳 施宜娟 少年男子主的陈柏维 文凯文 吴越 新唐人记者林秀宜 在深层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